哈喽哈喽我是他讲 薯条三兄弟 洋鱼片 虾条 蔬菜饼干 还有水果麦片 这些一吃就停不下来的小零食 你吃过几种呢 这些都是日本Kalubi公司旗下的人气商品 Kalubi除了是日本最大间的休闲食品 饼干零食生产厂商以外 在商业实战上 它扭转为基层转机 大胆创新的经营革命和V型复苏的成功经验 在日本的商业界是非常有名的佳话 接着影片他讲就要跟大家一起来看 Kalubi是靠哪两个你我都知道的商品 在日本崛起 成为第一大休闲食品零嘴品牌的呢 Kalubi为什么能够后来居上 拿到对手模仿不来的竞争优势 垄断整个日本的洋鱼片市场呢 温水煮青蛙 是什么拖垮了如日中天的Kalubi Kalubi是如何迎来他们历史上 第二个重要的转折点呢 最后Kalubi是如何掀起经营革命 是什么样的做法让他们起死回生的呢 不知道大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知道他们家的商品的呢 在我的印象中 我是在2010年左右 从薯条三兄弟开始接触到Kalubi的 但是呢 我做这个影片的时候才发现 Kalubi是一间历史非常悠久的公司 它的创业可以回溯到1937年的广道 创业者的松磊先生中学毕业后 继承了父亲传给他的羊羹甜点店 但是没过几年就迎来了二战的尾声 美军在广岛投下了原子弹 整个广岛市中心在一瞬间化成了废墟 当时松磊先生的家是在离原子弹落下中心地 大概1.5公里左右的地方 虽然有烧伤 但是全家两个大人三个小孩都没有大碍 在那之后 所有的都市机能都停摆 开始爆出大规模的饥荒 市民们只能用米渣和米糠还有开水做成的饭团来裹腹 也就是这个时候 松磊先生心中立下志向 希望可以解决食粮问题 让营养可以更普及 1949年 他先成立了松磊粮食工业公司 但生意并不成功 还弄得他负债累累 1955年 他从钙质 这个字里取了字头的 再从 比他米B1里取了B的发音 重新成立了卡瑞比公司 现在的卡瑞比 就是在这个时候正式单身 一开始 他们只是在广岛卖一些玉米糖浆 或是牛奶糖之类的小东西 规模也没有做大 顶多只能算是广岛当地的一个中小企业而已 当时虽然距离战争结束已经过了10年 但是日本还是处在一个公米不足的状况下 米果这种日本人爱吃的传统零食 当然也就没有办法做 宋伟先生他看准这个机会 开发出日本第一个用面粉做的 口感类似米果的零食 但是没有得到市场的欢迎 后来他又看到赖户内海的渔夫 在抓到渔获的时候 一起捞上来的小虾子 因为价值不高 都会当场直接被丢掉 他就想到说 那是不是可以利用这些虾子 货在面粉里做成零食呢 这样的话 不仅可以增加饼干里虾的鲜味 这些虾子也可以提供营养素 比起只有面粉的饼干 总是会比较健康 这就是现在的 卡鲁比虾条饼干的诞生了 1964年 虾条饼干正式开始发售 这一年刚好也是日本新干线开通 日本第一次举办东京奥运的一年 之后 随着日本经济的蓬勃发展 虾条饼干透过电视广告 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成为了为卡鲁比开拓新的大门的 经典畅销商品 1970年代 松伟先生派了自己的三儿子 松伟雅燕先生去美国开拓虾条的市场 雅燕先生在美国的期间 与美国的洋鱼片厂商有所交流 并且从对方那边学到了休闲食品生产 和品质管理的一些方法 他回来日本之后 就开始跟父亲一起着手开发自己的洋鱼片 卡鲁比自家品牌的洋鱼片在市场上一推出 又打出了漂亮的全雷党 不仅商品卖得好 商品的受欢迎 也带动了整个日本洋鱼片市场的急速成长 卡鲁比就是借着虾条和洋鱼片这两样明星商品 正式从广岛的中小企业 摇升一变成为日本全国家喻户晓的休闲食品品牌 1980年代 日本的经济飞跃和人口增加吹的顺风 让卡鲁比公司的事业规模 以惊人的速度持续成长 那个时候以洋鱼片来说 卡鲁比公司的市场占有率达到了75% 是到了市占率分析中所谓的上限值 一般认为市占率达到74%就是上限值了 剩下的26%一般会是其他公司的忠实顾客 花时间或是金钱去争取他们是没有意义的 还有另外一个说法是 占有剩下的26%的公司们 在这样的规模里是很难能够达成营业黑字的 所以占有74%的品牌可以说是处在一个巅峰的状况 其实在卡鲁比公司开始生产贩卖洋鱼片之前 老在1962年 卡鲁比的永远的对手 Karamujo的胡池屋公司 就已经成功的开发并且量产了洋鱼片 市面上是已经有洋鱼片商品在贩卖的 那为什么晚了好几年才参入市场的卡鲁比 可以排除掉对手将整个市场独占下来呢 其中一个非常核心的理由就在于他们的勇于投资 和大胆的物流战略 在那个年代 生产和包装的技术还没有像现在这么成熟的时候 决定各家生产厂商成败的关键 就要看他们是否能够确保洋鱼片是在最新鲜的状态下 送到消费者手上 大家应该都知道 洋鱼片这样的油炸食品是非常容易洋化的 可能就像麦当劳的薯条放到第二天就变得很不好吃一样吧 马铃薯被做成洋鱼片之后 必须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装带风箱送到消费者的手上 时间一长 洋鱼片就会变直 整个口味都会变得不一样 消费者可以明显的感觉到 这是一包劣直的洋鱼片 卡鲁比最早开始贩售洋鱼片的时候 因为没有把握到这个部分 又被消费者贴上过劣直洋鱼片的标签 后来他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决定要做出大幅度的改革 北至北海道 南至九州的鹿鹅岛 他们开始在日本全国各大都市圈 建造洋鱼片的生产工厂 这样就可以就近将做好的洋鱼片卖出去 可以节省很多物流的时间 并且他们也改良包装 在上面印上制造日期 让消费者可以判断自己手上的那一包 是什么时候生产的 新不新鲜 这样放胆投资工厂和设备的做法 让卡鲁比公司的洋鱼片 获得了极大的竞争优势 就算其他的品牌想要模仿他们 也没有办法像卡鲁比那样 可以大刀阔斧的去投资工厂和设备 最后就变成我刚刚说的 卡鲁比一人独大 几乎垄断市场 然而呢 1980年代风生水起的卡鲁比 在此之后 却渐渐的开始走下坡 1990年代开始 卡鲁比的市占率不断的下跌 到了2000年代后期 75%的市占率已经掉到了60%以下 不仅如此 最大的问题 还有他们的营业利益率 2009年3月期的决算 卡鲁比的总销售额 虽然有1373亿日元 但是他们的营业利益 却只有40几亿日元 换算成比率 他们的营业利益率 就只有3.2% 这是大幅低于业界水准的数字 也表示他们的经营构造上出现了很大的漏洞 才会像这样子 员工的努力都付诸流水 那为什么顺风顺水的卡鲁比 会突然面临这样的困境呢 1990年代 拖垮卡鲁比的两个最重要的原因 就在于食品包装技术的革新 和日本人口的减少 卡鲁比的优势本来是在于 比起其他的厂商 他们家品牌提供的洋芋片会更新鲜 但现在因为食品包装技术的进步 其他厂商就算没有像卡鲁比一样 在全国投资工厂和设备 也可以保证洋芋片的品质和新鲜度 为了究竟提供新鲜洋芋片而建造的 卡鲁比片部全日本的洋芋片工厂 不仅已经没有办法跟对手做差异化 甚至还变成卡鲁比经营路上的绊脚石 这是什么意思呢 大家可能都已经发现了 在全国各地保有这些工厂 是非常花钱的 而且这些钱都是属于固定成本 就算他们一包洋芋片都没有卖出去 每个月这些成本都是需要去付出的 在卡鲁比的商品已经没有比人家更有优势 消费者已经开始流失 转向其他厂商的商品的状况下 日本人口的减少 又导致整个洋芋片市场缩小 身为市场领导者的卡鲁比 总销售额受到严重的影响 总销售额变低 但每个月要付出的固定成本 却还是那么的沉重 这就是当时卡鲁比市占率下滑 营业利益率只有3.2%的原因了 1990年代到2000年代 公司的状况每况愈下 卡鲁比却没有足够的危机意识 隐隐约约觉得好像有问题 但却没有做出实际的行动 去改善这个局面 就这样一直放着温水主亲王 毕竟那时候他们还不是上市公司 市占率虽然下滑 但也维持着第一名的宝座 2005年卡鲁比集团因为将未经日本政府认可的美国总署 私下交给他们在全日本的马铃薯契约农户 让他们去种植 违反了日本的植物防疫法 被韩送侦办 当时的社长 也就是我在第一段说的 从美国回来后 开发了养鱼片商品的雅燕先生 他引就退任社长一职 就是从那个时候 雅燕先生开始觉得 公司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我们必须要向外看 要将公司的股票上市 要考虑跟外资公司做提息 要从外面引进经营人才来加入他们才可以 2009年6月 卡鲁比迎来了他们公司历史上 第二个重要的转折点 雅燕先生邀请了日本交生公司当时的社长 松本晃先生进来当董事长兼CEO 松本晃先生接下了当时跌落谷底的卡鲁比 他以高超的经营手腕 勇敢果断的推动企业革命 一手将当时卡鲁比破绽百出的经营构造 优化成健全的收益体质 一直到现在 都还是很多商业媒体津津乐道的成功案例 松本晃先生到底是做了什么 他是如何成就卡鲁比的V型复苏呢 就像我在前一段说的 当时卡鲁比最棘手的课题就在于 遍布在日本全国的生产工厂 每个月都会发生的庞大的固定费用 这个费用占他们的总销售比例太高 导致他们的利益率非常的低 松本先生知道这件事情 一定要优先处理 不然就没有办法增强企业的体力 没有体力 也就没有办法去做更多改革 多回市占率 松本先生首先就需要开始想办法压低成本 他重新审视了整个洋鱼片的供应链 发生了一个重要的漏洞 这些遍布在日本全国的生产工厂 驾动率竟然只有六成 也就是说 有四成的时间 工厂都是在空转 毫无生产性 那为什么工厂的驾动率会这么低呢 更加进一步的去分析 就可以找到问题是出在洋鱼片原料的采购方式 卡路比跟日本全国各地的马铃薯农户都有签订供货契约 每年农家会提供多少顿的马铃薯给卡路比 都会在契约上规定好 本来对卡路比来说 在契约上规定好这些条件 目的就是要保证马铃薯原料的采购能够维持稳定 但没想到的是这个契约内容却是造成了反效果 供货不但没有稳定 反而更加容易导致马铃薯欠收突然断货 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种植马铃薯药费的心力比起白米或是小麦是多很多很多的 堆土的方法还有病虫害的防治都需要农家们投入很多时间和人力成本 而且马铃薯的收获量它也很不好控制 就算农家照着与卡路比签约的量去种植 最后的收成却也很容易偏离预期 假设那一年是马铃薯丰收的一年 农家们费尽心力好不容易收获了 那把跟卡路比签约的数量供出去之后 手边就会还剩下大量的剩余马铃薯 农家就需要另外再去想办法找到愿意买下这些马铃薯的买家 而且因为是丰收嘛 市场到处都是马铃薯 那它的价格肯定是会暴跌 对农家来说就会觉得一年的辛苦很不值得 如果你是农家的话 第二年你会怎么做呢 如果是我的话 我应该会觉得 反正我照着跟卡路比契约的数量去种 都会有剩下来 那我一开始就种少一点 把空下来的农地 拿去种更多价格更好的农作物 不是比较好吗 大家都这么做 也许有侥幸成功的 但有很多未达契约数量的 各家的收成数量乱成一团 最后就导致了卡路比这边根本没有办法照着原先的采购计划走 采购不到货 工厂当然就只能空转了 松本先生发现 卡路比订的这个契约内容 根本没有考虑到农家这边的立场 火速宣布 各位马铃薯农家 往后你们收成多少 我们就买多少 而且购买的金额我们都先订好 你们种马铃薯要用到的农具 如果有需要 也可以从卡路比这边捡 这些对农家来说 真是天大的好消息 可以安心的专注在种植上 也不用担心收入的问题 有了安定的收入 农家不仅可以在往后的农场经营上做更多的投资 据说也有农家让自己的子女去澳洲或是美国的农业大学 学习更多更好的种植技术 当然公司里也会有人笑说 买这么多下来卖得出去吗 松本先生的理念是 有多少买多少 买下来的马铃薯就全部送去工厂里 做成商品再说 这些遍布在日本全国的工厂是卡路比的实力 本来就应该要好好的利用 不能空转 不仅工厂人也是一样 公司内部的商品开发和销售部门都很优秀 有原料有商品 他们才能够发挥嘛 原料 工厂 商品 人才 手脚并用 商品有流通 有卖出 才能够打破现在卡路比面临的困境 除了这个以外 包括将本来每个工厂各自进行的各种采购 统整集中到本部 去掉各种流程上的浪费等等 松本先生大刀阔斧地进行各种改革 压低成本再把这些节省出来的成本投资到行销部分上 同时有鉴于通货紧缩的经济环境 他把商品的价格都一并压低 这一连串的做法一点一点的将流失的客户拉回提高了卡路比的市占率和总销售额 2011年卡路比在洋鱼片市场的市占率只有62.5% 到了2017年已经回复到72%了 我在前一段提到的 2009年1373亿日元的销售额 到了2017年是成长到了2倍以上的2524亿日元 在这8年之间每年都维持平均9%的成长率 这是很少有经营者可以达到的成绩 那营业利益率怎么样了呢 通过桑本先生的改革 卡路比的成本每年都获得改善 开源截流的结果 2009年3.2%的营业利益率 到了2017年是来到了11.4% 这个数字以食品业界来说 是已经超过了优良跨国企业平均10%的利益水准 利邀松本先生进来 卡路比的雅燕先生在2018年过世 享受76岁 随着雅燕先生的离开 70岁的松本先生也觉得自己的使命已经完成 在2018年宣布从会长兼CEO的职位上退任 卡路比又来到了下一个舞台 其实我本来还准备了卡路比水果卖片 为什么突然崛起的内容 但是爱与篇幅就没有放进这个影片了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留言告诉我 我在另外做一集翻牌片 那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